当地时间4号 欧洲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德国总理舒尔茨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反对欧盟加征关税 并表示 欧盟委员会不应引发贸易冲突 需要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表示 这是远离全球合作的又一步 德国多家汽车企业表示 加征关税是错误的 贸易冲突只有输家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多 坚决反对欧盟加征关税举措 称这将损害欧盟自身竞争力 斯洛文尼亚经济旅游和体育部长马特亚日汉反对加征关税 呼吁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切实合作 另外 欧盟中国商会发表声明 对欧方推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表示强烈不满 呼吁欧方审慎行事 推迟关税施行 避免双边贸易摩擦升级 共同维护中欧 及全球绿色清洁领域的自由贸易和繁荣 欧盟 欧盟